荷兰裔犹太少女安妮·法兰克 在二战期惊喜下全世界最有名的日记 安妮日记 是二战期间拿隋大屠杀最知名的受害者之一 而在1944年 她与家人的藏身处为何曝光 成为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谜团 一群专家研究多年后作出结论 当年举报安妮一家人的告密者 竟然是为了保住自己性命的 第一名犹太人范登伯 何来一名纪录片执著人 2016年起找了一群 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干员 以及历史学家在内的专家 利用现代的调查技术 破解这桩近80年前的旧案 研究团队经过六年调查 发现一名犹太公证人 凡登伯 疑似为了自保而出卖安妮的藏身之处 安妮1929年在德国出生 因纳粹统治德国 居家迁回荷兰 但之后 荷兰也遭纳粹德军占领 1942年7月起 他和家人被迫藏身在父亲 奥图法案客办公室 一处书柜后方的狭窄空间 他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 卸下闻名全球的安妮日记 直到1944年8月 遭纳粹秘密警察抓紧集中营 1945年安妮与姐姐在集中营国室 当时安妮年仅15岁 安妮之家博物馆方面 对这项调查结果表示印象深刻 但显然依然存疑 不 我认为我们能够认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觉得这部队的一个有趣的理论 我认为他们有很多有趣的资料 但我认为还有很多 的图案还在这些部分 这些部分需要更加研究 以为我们能够认识这新的理论 部分学者则直言 不认同调查结果 有人更指出 调查人员手中要有重大证据 才能做出这种指控 调查团队这种犹太人背叛自己人的结论 引发极大争议 不过参与调查的荷兰制片人巴恩斯指出 调查的目的不在于将告密者妖魔化 毕竟是纳粹逼人做出这些可怕的事 国际中心 中文电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